大无路财神 最近呢 就收了一批料子够厚的 因为现在的市场 切料子切厚已经很少了 所以有幸收了一批 都是比较厚的 那么毕竟我是个熟人 所以呢 想搞一个系列 大无路财神 笔干啊 赵公民啊 关羽啊 说到关羽又来 这次关羽一定好好做 那先做笔干 笔干因为无心而公正 那么关键那就是手 碰着心 碰着心 我把心都交出来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里 直接做成一个心的形状 我怕你们会看着 有点不舒服 所以就手 我像碰着一个桃子一样的 所以呢 到时候就不要说 大饼 心不是长这样子的 笔干东路财神 我就喜欢它 一来 它是财神 第二 它有五路嘛 我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系列 这样的话 题材也好臭一点点 关键嘛 陈世间的人 哪能不落俗套啊 先看公 这个财神是什么财神呢 这个是所有财神之中 地位最高的 它的原生 就是我们五代十五国 最有作为的君主财荣 其实应该称之为过荣才对的 它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棺材 以后 还没有 以后 我们来 。 或是 以后 终于 帮助 这个材料的原型是这样子的 但是为了看看这个王亥 做出来是什么效果 又担心这么好的料子会毁掉 所以像用边边上做了一个防护的小东西 这个石头原来放了好长时间 现在放放把它放长了 到时候这些这里的白面点 要再压一下 压完之间就可以抛光了 漂亮 大家到时候不要吐槽啊 怎么每个材权都一样 其实这图片我们找过的 每个材权还真一样 只是名字不一样 有些时候你就算是不看前面 直接拉到后面看 你看到这个黑虎都知道他是谁 到时候这个抛出来的光肯定是相当的漂亮 关键的是我这只黑虎要够黑 赵公民骑的是黑虎 那么我们在挑料子的时候 挑最黑的位置就是黑虎 我们做的五路财神 无论它的造型以及线条 都是相当的OK 整个是立体原调 我们的柴湾爷呢 是我们所做五路财神之中 地位最高的 因为它的原型是皇帝 是我们五代十国最有作为的君主 在做皇帝期间 他的各项政策 与民修养 为民俱才 所以也被奉为财神重要的一个因素 来我们的西路财神 关尔爷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 关尔爷会是个西路财神 不知道吧 关尔爷据野史记载 一来他是西蜀大将 所以奉为西路财神 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明清时期进商横行 而且呢 关尔爷记载的是山西人 所以他们需要团结在一起 就大家一起拜关尔爷 慢慢的变成了财神 就是没有打灯的效果 黄的 肿这么好也是不多的 我们在用料纸的时候很省啊 本来呢 是这里要切掉 但考虑到这里的肿太好了 切掉太可惜 来 灯光看一下 冰杆财神 现在我都不会说 由你们来说 这边肿水烧叉的 我们不能净说好的 叉的也不说 要是这个 能跟这样的肿水一样 那还得了 中路财神 王害 划伤十足 这个赵宫 脸上这些肉布是没有磨砂的 因为它的胶感比较好 不知道要不要去磨砂 然后我们雕刻呢 就是立体原雕 你看整个通过来 它是前后贯通的 一般的牌子不一样 那我们孔是搭在哪里呢 到时候这个孔 是这里到这里来 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帽子上面 古代将军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突然间想不起来了 好吧 我这个还没喷砂 如果你们觉得需要喷砂好 我就把它喷砂了 对 对